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杭州亚运会发布王一博火炬传递主题曲燃MV 整支MV通过王一博和中国男子四乘以100米接力队的演绎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方账号 2023年9月10日 正式发布杭州亚运火炬传递主题曲燃 该主题曲由青年演员、歌手、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王一博演唱 并拍摄了热血沸腾的MV 除杭州第19届亚运会官方账号发布外 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国日报、体坛周报及多个地方日报、晚报等几十家媒体参与了发布 杭州第19届亚运会已于9月8日开启火炬传递 整个传递过程将有2022名亚运会火炬传递主题曲主题曲燃 一起发布的还有该支歌曲的MV 演唱由青年歌手、演员、中国滑板运动推广大使王一博担任 整支MV通过王一博和中国男子四乘以100米接力队的演绎 假如王一博扮演唱会 别人家演唱会唱情歌 王一博演唱会唱红歌 别人家演唱会灰荧光棒 王一博演唱会灰小红旗 别人家演唱会听久了泪 王一博演唱会听着听着会站起来握紧拳头 准备宣示 别人演唱会观众放飞自我 王一博演唱会观众目光炯炯 胸膛品质 眼含热泪 目视前方 胸前的红领巾更鲜硬了 别人家演唱会需要精心找伴舞 主持人 王一博演唱会可以一手包办 别人家演唱会唱自己的歌 王一博演唱会因为他一年一首歌的速度 目前仅有六首歌 不过红歌管过 别人家演唱会又唱又跳 绞尽脑技 王一博演唱会除了唱 跳 他还可以一首歌出至少两个完全不同版本 他还可以魔术 滑板 悠悠球 他还可以说单口相声 最主要的 红歌都至少二十首了 他要都一起唱了 绰绰有余 物超所值 想想都美啊 就看他办不办了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再见